佩芬姐 今年選戰兩大一小的結構成形 那兩大一小結構成形的同時 副手很搶戲 其實蕭美琴在網路上爆貓 也有一定的流量 然後呢 趙少康其實讓藍君很high 那當然 這個我覺得綠營也很high 因為看到趙少康非常有感 然後另外一群看熱鬧的 看到吳欣凝也覺得 哎呦 終於看到新鮮的面孔 新鮮的作風 新鮮的人物 所以呢 現在變成這幾個 事實上各有角色 那趙少康跟吳欣凝是很博版面的 其實我看問題不像那麼複雜 我覺得大家替侯友宜 這個阿斗擔心 你知道我不太低他擔心 他的問題是 他們選不選得上 如果他選得上的話 我根本不擔心趙少康 可以搶掉他的位置 因為不要忘掉 李登輝當年剛上任的時候 那外省精英根本看不起他 認為就可以操弄他 結果所有的本省精英全部集結在他身後 加上民進黨的助力 所以你看他後來的威力有多大 國民黨的精英一個一個被他幹掉 所以他事實上他最後是真的 你知道我那時候還勸國民黨很多精英說 你們不要再去幫他造勢 因為他現在既是總統然後又拿到那個權的話 你們再幫他你們最後沒有一個人玩得過他 最後就是這個樣子啊 所以侯友宜今天他如果選不選得上是問題 選不上不用談 選得上的話就有很多本省人會集結在他身後 像那天那個吳馨營的舅舅就拉著他的手 那種情況會發生 因為在台灣省 那麼多的本省人跟國民黨的那個比例 跟外省人不成比例 所以我不太擔心這個 那你說趙少康再能幹 你不過就是個副手 所以你不會有什麼不得了的像大家擔心那樣 但是剛剛主持人說三個副手真的很搶戲 沒錯 照照看我講大家已經講了很多 我覺得吳馨營更新鮮 因為你知道嗎 他這個國台英語 這個三生代在那邊講話 而且他說他有沒有放棄美國機 我根本不在乎你們 12月25號見真章 然後我認為他可能已經放棄 我認為 但是他還有一個身份 他嫁給奧地利那個貴族 在歐洲你嫁給貴族 你一定冠上了一個附信 然後你有沒有入籍 根本不用煩惱 他一定有入籍 所以你今天的 你放棄美國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他雙重國籍 搞不好那個雙重已經不是美國籍 是歐洲籍 這有可能 所以他才會看你們這些笨蛋 12月15號 然後見真章 你們這群笨蛋被我耍弄 我覺得那個是12月 去年 不是 好像是14號 7月14號的事情 所以他在嫁改變身份以後 你知道在歐洲你再進入這個皇室 你一定是冠上他的父親 而且他以那個交 非常自傲 他嫁給一個貴族 連黃太后都會出來參加他的婚禮 所以他一定有冠上另外的附信 他現在絕對他的最後的那個信 絕對不是吳 所以我覺得 可是如果他確定有外國籍 他可能會有參選資格的檢驗問題 對 但是你們現在沒有人知道 大家都在盯他在申謝五 他那個已經放棄 而且我相信他有放棄了一個 然後那個已經不是問題 那國民黨說 要造勢16場大造勢 這個沒錯 但是造勢人多 並不表示你能勝選 記不記得那個時候 韓國瑜每一場真的是人山人海 但是他的韓粉 跟著他從南到北 從東到西 永遠是那一群人 所以你投票就是那群人 所以如果今天國民黨的16場造勢 如果是動員來的 就是那些人的話 那不足下到人 除非那些人是自動自發 像當年這個馬英九選市長的時候 你知道我們那天 真的大家沒有動員 你就看到一大早市面八方的人 往那個中正紀念堂集合 然後我們準備的動員的旗幟也好 那個步調也好 完全不夠 一直從黨部裡面搬出來 那個才叫做群眾 但是如果說你16場 每一場都是這樣靠動員來的話 那就不足距 所以要看他16場是什麼 當然柯文哲也不輸啊 他說我要辦13場 但是他的13場是怎麼樣 我們也要等著看 但是我覺得他們那個 柯文哲那個陣營目前 我覺得處在的狀態 不只吳欣營 而且我覺得他的那些發言人們 問題滿多的 而且搬弄四杯 然後一直丟這些問題 那我就回想起當年李登輝 他跟連戰搭檔競選的時候 李登輝當面警告連戰 我告訴你選上 選完以後 你們的那個幕僚不准他進總統府 真的喔 李登輝真的很凶啊 因為他身邊 那個連戰身邊有一些那些人 他說那幾個不准他進總統府 後來真的就沒有進去 所以換句話就是說 然後你看那個柯文哲陣營 還有人說 欸 國民黨一直在挖 我們的副總統的候選人 希望怎樣怎樣 結果後來求證的結果 是那個人自己跑到國民黨去說 欸 我搞不好會被提名喔 然後我覺得那種人一定有啊 制裁身價也有可能 因為兩邊滿多人認識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事情 真的是已經不足為奇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說 趙少康的問題大家還在談 他說他20歲左右就可以買房子 你知道早年50年前 那個房子真的很便宜 我記得那時候廖副本跟我說 欸 你拿90萬給我 我就給你一棟那個台中的那個 那個雙城市的那個別墅 我就告訴你 我真的拿不出來 因為中央日報的待遇 雖然不錯拿不出來 但是趙少康一直在外商公司 再加上如果他母親可以支助他一點的話 他母親是老師 支助他一點的話 他當然可以 因為他在外商公司 而且那個時候還滿活躍的 所以我覺得那個倒不是問題 但是我覺得邀他們三個辯論 我覺得會很精彩 因為你知道 蕭美卿有他的專長 那趙少康當然淋牙利嘴 那吳馨銀雖然花樣也滿多的 坦白說 在國外那麼多年 見多詩廣 只是說他的口條 能不能比上這兩個 我覺得會差一點 應該是他的中文不好 他們如果用英文辯論 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個局面 對 那就是另外一個局面 趙少康雖然英文不錯 可是他的發音真的 accent真的很難聽 所以換句話說 這兩咖會贏過他 但是如果說辯論 但是你知道觀眾聽不聽得懂 這個才是問題 所以我說他們如果用英文辯論 他們會活在他們的世界 但是觀眾在另外一個世界 沒錯 北台灣的觀眾跟南台灣 可能又是另外一個世界 但是我覺得 南台灣可能會期待 他們用台語辯論 因為蕭美琴也是台語講超流的 而且他英文也很流 我常常笑他是個美國孩子 所以換句話說 但是我覺得吳馨銀 雖然博了很多的版面 但是對柯文哲來說 有沒有增加他的聲量 或者那個支持 我覺得好像看不太出來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 分享 按下小鈴鐺 請問大家 請問大家